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蒂密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次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蒂密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蒂聊星座 那又到了每个月底 我们要来聊下个月星座运食的时间了哦 那下个月呢就是农历春节的时间了 所以呢,在这边呢 先预祝大家心春愉快 恭喜发财 那祝福大家呢在这个牛年当中呢 都可以赚大钱 每天都生活得很开心哦 那当然希望呢 这个疫情能够尽快过去 大家可以回复到以往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哦 那这一次2月份的星座运食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还蛮重大的一个天象 就是随心逆行啦 那在1月31号到2月21号这段时间呢 刚好遇上随心逆行在水瓶座的时间点 所以整个过年当中 吵吵闹闹的情况可能会比往年 更加严重一次哦 和长辈之间讲话的时候呢 其实我会觉得还是保持安全距离啦哦 相近如宾一点钟 比你呢去跟长辈顶嘴或者是争论来的好多了哦 那因为水瓶逆行呢 对于交通方面呢 也是比较多负面的影响哦 所以在今年过年期间当中 如果你要带着家人出门的话呢 出门前记得要稍微 可以确认一下你的车子的一个状况哦 该带的东西呢要记得带 那该检查的东西一定要检查一下哦 才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另外就是呢 这个月份的星象其实跟一月有一个部分是比较雷同的 就是很多颗星星都集中在某几个星座上面 所以每一个星座的人会发现自己可能在某一些地方 某一些部分 人生部分上是比较愉快快乐的 而且很开心 可是有一些部分就相对的不太开心哦 那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形 在二月呢一样是会发生 好的 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接下来的这个月当中 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接下来是金钱好财运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头某羊座的财运其实是好坏参半的哦 在二月九号到二月二十八号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其实某羊座的你财运很好 特别是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或是做生意呀 做副业做王拍的话 生意相当兴隆哦 客人很多 那也容易赚到更多的钱 另外就是某羊座的你如果是从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呢 业绩可以说是一分充天相当的好哦 那当然拿到的奖金就会更多 在这一整个月里面呢 某羊座的金钱好财运方面 要特别小心的是诈骗集团 你比较容易呢 被带去参加一些什么演讲啊 或是加入某一些什么理财群组之类的哦 某些人可能会告诉你说 哎这个老师很厉害 报名牌哦 怎么样做你就会赚很多钱 让你听着听着呢 就跟着出钱去投资的 但往往呢 这些呢 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跟陷阱哦 那某羊座的你呢 如果被洗脑成功加进这种团体的话 就还蛮容易呢 被骗走一大笔钱哦 要特别小心哦 那一些某羊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是比较容易会有财务疑虚的情况哦 或者是财务被偷被抢的情形 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 还要记得财不露白 贵重物品真的要贴身收好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 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因为水性逆行还有一些负面形象的影响哦 某羊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里头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血压 特别是在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 或是你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呢 都要注意一下你的血压的情况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 要尽快就以检查哦 那一些某羊座的朋友们 是比较容易有喉咙或肩颈不舒服的情况发生哦 可能有什么睡落疹啊 或是脖子扭到的情形啦 那有一些某羊座的朋友们呢 是因为狼吞狐咽的关系呢 比较容易会有噎到的情况啦 所以特别是在过年前后哦 某羊座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要记得洗脚慢咽哦 那还有呢 就是有一些某羊座的朋友们 是比较容易有脚踝受伤 或者是小腿受伤的情况发生哦 这可能跟运动伤害比较有关系啦 那这个月里头呢 做任何运动之前 要记得做好暖身运动哦 运动的时候也不要过分激点 那如果说呢 你是上健身房的话呢 也要记得听从教练的指示哦 不要有运动过量 伤害身体的情况发生 那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某羊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里头 交通运大致是总等的哦 那只会偶尔有几天呢 是交通运比较差的日子 那这个部分上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呢 提醒某羊座的朋友们 要记得去看哦 接下来呢 是金钱 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这整个月里头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财运方面是相当的好的哦 特别是在2月9号 到2月28号 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 当老板 或是你有在做副业的话呢 你的商品会受到 客户非常的喜欢哦 名声远播 那生意会相当的好 会让你多赚到很多钱 那同事销售哦 还有业务工作的金牛座的朋友们呢 你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表现也是相当的好的哦 业绩可以说是土肥猛进 那当然拿到的奖金呢 也就更多咯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头 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健康方面呢 有5件事情 是要特别注意的哦 第一件事情呢 是有一些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牙齿方面 是比较容易出一些状况的 建议你在这个月里头呢 不要去吃什么 太过坚硬的东西啦 以免牙齿有受伤的状况 第二件事情呢 是你的脸部肌肤 在这个月里头呢 是比较敏感 比较容易出状况的哦 所以呢 在使用任何保养品的时候 都要确认一下 这个东西有没有过期 还有它适不适合你的皮肤哦 那第三件事呢 是有一些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呢 是比较容易发高的时候 或者是呢 头部有撞伤的一个情况发生哦 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尽快去看医生诊治哦 那第四件事情是呢 在这个月里头呢 是比较容易会有运动伤害的情形发生 那最严重的情况呢 是有可能会骨折的 所以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跑跑跳跳 或是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 要记得 不要太过激烈 那也不要太过量哦 那最后呢 是有一些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是比较容易有烫伤 或是被电倒的情况 所以在使用火 使用电 或是使用一些会发热的电器的时候 都要特别的小心哦 减少呢 被烫伤 或是被电倒的一个机会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交通运大概是中等啦 那交通运比较差的时间 大概就是零星的几天 那这个部分上呢 我也在宇宙运势的时候呢 我已经有做了朋友们 做一些提醒哦 要记得去看哦 接下来呢 是金钱 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头呢 好 财运大概都集中在后半个月啦 大概在2月17号 到2月28号 这段时间当中呢 松手座的朋友们呢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那松手座的你呢 如果是自己当老板 做网拍 或是有经营一些副业的话呢 生意都是相当良好的哦 会赚到蛮多的钱 那如果松手座的你呢 是做这个业务 或销售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也特别容易有好的业绩 会让你赚进更多的奖金哦 而在这个2月份当中 你要特别小心的时间点 是2月4号到2月27号 这一段时间哦 也就是几乎是 一整个月的时间啦哦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松手座的朋友们 是比较容易被开罚单的哦 那不只是交通罚单啦 各类型的罚单 都有可能会收到 所以松手座的你呢 要尽量小心一点哦 避免呢 有被开罚单的机会 另外就是有一些松手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面呢 在这段时间里头哦 就是被偷或被抢的机会 是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重要的财物 贵重的财物 记得一定要随身 膝带保管好哦 也尽量不要一个人呢 走夜路 这其实是蛮危险的事情哦 接下来呢 是身体健康好 交通安全的部分哦 那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松手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有几件事情 是要特别注意的哦 第一件事情呢 是松手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比较容易会有肌肉拉伤 或是扭伤的情况发生 所以如果你在跑步啊 做运动的时候呢 都要小心不要太过激烈 姿势要正确哦 也要记得呢 不要太过亮哦 那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是呢 有些松手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比较会有失眠 晚上睡不好 或者是呢 会有睡眠障碍的情况发生哦 那如果太过严重的话呢 要尽快去找医生咨询哦 第三件要注意的事情是呢 在这个月里头 脚步是比较容易受伤 会有一些小意外 小血光的时间哦 平常在走路的时候 或是运动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哦 那最后一件要注意的事情是呢 有一些松手座的朋友们 是属于肝功能比较差 比较容易感觉到疲劳 需要多休息 那这个月里面呢 我会建议松手座的朋友们 就是尽量少喝酒啦 也尽量不要熬夜哦 因为这对你的身体呢 都会有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呢 在交通运的部分上哦 松手座的朋友们 其实在这个月里头 交通运算是中等的 那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 交通运比较差的时间点 那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呢 帮大家做一个提醒 要记得去看哦 接下来呢 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头呢 就会做的财运 也是属于好坏残版的哦 那在2月1号到2月25号 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你是自己当老板 做王拍 或是有在做副业的巨蟹座的话呢 其实是还蛮容易 赚到不少的钱的哦 生意是相当兴隆 客户很喜欢你的东西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问题比较大一点的 其实在投资理财这个部分上 倒不是说投资理财运气不好哦 而是在这一整个月里面呢 你的投资理财运是相当的好的 但是你又容易因为呢 负面形象的影响 让你太过弹心哦 把你原本赚进来的钱呢 又统统都赔进去 所以呢 巨蟹座的你在这个月里头 进行任何投资理财行为的时候呢 都要记得见好就收哦 不要太过贪心 因为太过贪心的话呢 是很容易投机不找18米的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关于金钱财运的部分上 还有一些部分是需要注意的 有一些巨蟹座的朋友们呢 问题是会出但 你比较容易会有财务损毁 或财务疑虚的情况 或者是钱借出去之后 就一去不回啦 所以在这个月里头呢 好好保管财务 财不露白是很重要的事 那也尽量不要进行一些借贷行为哦 那有一些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是比较容易遇到诈骗集团的诈骗 所以呢 在做任何投资理财的行为 特别是有什么人告诉你 做什么东西 就可以很快的赚很多钱 的这种消息 进到你耳朵的时候 巨蟹座的你都要保持理智哦 不要太快被催眠 你要想一下这是不是诈骗集团哦 接下来呢 是身体健康好 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这个二月份当中呢 因为水性逆行 还有一些负面性向的影响 会让巨蟹座的你身体是比较虚弱一点 也比较容易神病的哦 所以呢 在这个月里头 巨蟹座的朋友们 要记得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哦 那一些巨蟹座的朋友们呢 是比较容易会有意外受伤的情况 包括跌倒啦 撞伤或是摔伤的情形哦 还有运动伤害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所以呢 你在跑跑跳跳 或者现在运动的过程的时候呢 都记得不要太过激烈哦 那有一些巨蟹座的朋友们呢 是排泄系统或是泌尿系统比较差一点 或是呢 妇科比较容易有状况哦 那如果任何身体不适呢 要尽快去看医生 那如果说巨蟹座的 你是比较经常更换床半的话呢 在这个月里面 也是比较容易感染性病的啦 所以要记得做好安全保护措施哦 那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里头呢 大致上交通应是算中上的哦 只会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小状况 那这些零星的小状况呢 我会在宇宙运势的部分呢 跟大家做一些提醒哦 也要记得收看哦 接下来呢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财运是好倒霉话说啊 在2月9号到2月28号 这段时间当中呢 巨蟹座的你财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在投资理财的部分上呢 是很容易赚到钱的哦 获利呢是相当良好的哦 会让你相当的开心 那如果说呢 你是自己做生意 当老板 做副业 做网拍的 这个是做朋友们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生意是相当良好的 会让你多赚到很多的钱 而如果说你是做业务啊 或是做销售的试子座 你在这段时间里面 因为很多贵客来跟你买东西哦 销售业绩是相当的棒的 也会让你有更多的奖金入贷哦 接下来呢是身体健康好 脚痛安全的部分 那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试做的朋友们哦 在这个月里头 因为水性逆行 还有一些负面形象的影响下呢 有几个部分是要特别小心跟注意的哦 第一个部分呢 是牙齿的部分哦 那是做的你在二月份当中 牙齿的状况是比较不是那么好的 有一些是做朋友们可能会有牙痛的情况哦 那当然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在吃的是比较坚硬的东西的话呢 要特别小心一点哦 不要造成牙齿的一个损伤哦 那第二个比较弱的部分呢 是皮肤的部分哦 有一些是做朋友们会有过敏啊 或者是不舒服的情况发生 那如果说呢 比如说皮肤有什么红肿痒的情况 要尽快去请皮肤科医生帮你诊治哦 那第三个要注意的部分呢 是有一些是做的朋友们 比较容易扭到腰啊 撞伤腰啊 或是运动的时候因为太过激烈哦 会有一些跌倒摔伤的情况发生 那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是有可能会骨折的哦 所以呢 是做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如果你要做任何运动的时候 运动之前做好暖身运动 那运动的过程当中呢 要记得呢 不要太过激烈 减少运动伤害的发生哦 那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是做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月里头呢 交通运大致是中等的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小状况啦 那这些零星的小状况呢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部分呢 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哦 要记得收看哦 接下来呢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充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在这个月里头财运大概都是集中在后半个月会比较好一点哦 那特别是在2月17号到2月28号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初女座的朋友们在投资理财方面的运势是相当的棒的哦 投资相当的精准 眼光独到很容易有不错的获利 那这段时间当中呢 有一些初女座的朋友们会有意外之财的来临哦 记得去买一张彩券试一下手机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头呢 初女座的你呢 交通运势中上的 但是还是要记得好好遵守交通规则哦 那在健康运的部分上呢 因为这个水性逆行还有其他比较负面形象的影响了 初女座的你在这个月里头呢 肠胃是比较容易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哦 在吃任何东西之前都要确认一下 东西是不是还新鲜 或是里面有没有会让你不舒服过敏的东西哦 如果有的话就千万不要吃下肚哦 另外呢 是有一些初女座的朋友们呢 是肝功能比较差一点哦 所以在这个月里头呢 尽量不要熬夜 那减少喝酒是还蛮重要的事情哦 最后呢 是有一些初女座的朋友们呢 容易有肌肉拉伤 或是有运动伤害的情况发生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月里头 要进行任何运动 或是去健身房那时候呢 都要记得做好暖身运动 那运动的过程呢 也记得不要太过激烈哦 接下来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天秤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财运是真的不太好哦 那在这一整个月当中 包括水星逆行 还有其他负面形象的影响 会让天秤座的你在偷自己财这一块呢 是很容易发生大赚大赔的情况哦 赚很多可是因为太过贪心呢 有可能把你赚来的钱通通都赔进去 最后可能会落得一场空哦 所以对于天秤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 当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 该怎么把这些钱守住呢 反而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千万不能太过贪心哦 在2月17号到2月28号这段时间 天秤座的朋友们在不动产相关的投资运上是相当好的 从买卖不动产的部分上呢 是很容易赚到钱的哦 那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也比较容易找到 大概合理股况良好的物件 那在2月4号到2月27号这段时间当中 有一些天秤座的朋友们会突然有强烈的购物欲望哦 包括在网购上面都很可能呢 会有失心疯乱买的情形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保持冷静购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也可以让你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花费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 脚童安全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头呢 对于天秤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身体健康的运势是相当低迷的哦 那要特别注意的是 心血管方面是比较弱一点的哦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要尽快去看医生跟检查哦 那有一些天秤座的朋友们呢 是比较会有这个意外烫伤 或是意外受伤 或是被电到的情况 所以你在使用任何的行动电源 或是使用发热点器 使用瓦斯炉的时候都要小心安全 那最后呢 是有一些天秤座的朋友们 在泌尿系统或是排泄系统 还有妇科方面是比较弱一些的 那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要尽快去请医生帮你诊治 那如果天秤座的你呢 是经常更换上床对象的话 在这个月里头呢 要做好保护措施 以免感染性病哦 那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大致的交通运势中等的哦 那偶尔呢 会有一些交通运不好的时间 那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呢 帮大家做一个提醒 要记得去看哦 接下来呢 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在21号到2月16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呢 是财运很好的时间点 特别是不动产买卖相关的部分上呢 运势是还不错的哦 所以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有进行一些不动产的买卖的话 是还蛮容易赚到钱 那另外就是呢 这段时间当中 你也比较容易找到 乌矿良好价格合理的物件哦 另外呢 是在2月9号到2月28号这段时间 就几乎快有一整个月啦 那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的投资理财的运气很棒 很容易透过投资理财 赚到蛮多的钱 那一些天秤座的朋友们呢 是有意外之财的好运哦 过年期间可以去买张财券 试试手气 那我知道有些朋友们 在过年的时候 还蛮喜欢小赌一把的 那天秤座的 你如果在过年的时候呢 有小玩一下的话呢 其实赢钱的机会是相当的高的哦 那在2月份当中呢 也有两段时间呢 是天秤座的 你要特别小心的时间点哦 是比较容易破财的 在2月4号到2月11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家里面的一些小家电啊 家庭用品或者是电子用品 比如说你的笔电 你的手机呢 都是比较容易意外损毁的哦 所以在使用方面呢 要特别小心谨慎一些哦 那在1月13号到2月27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有一些天秤座的朋友们 是比较容易因为小火灾而破财的哦 那你在使用一些像电暖炉啊 或者是一些发热电器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另外就是呢 在使用瓦斯炉组东西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火源 充电啊 使用行动电源的时候呢 也要小心使用哦 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比较容易有小火灾发生的时间点 多注意小心一点的话呢 就能避免火灾的发生哦 接下来呢 是身体健康好 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因为水行逆行 和其他一些形象的影响哦 贴族的朋友们要记得 在这个月里头 你的胃部是比较虚弱一点的 所以尽量不要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 那对于食量方面也稍微控制一下哦 少量多餐会比你一次吃下 很多东西来得更好 那一些天月做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月份当中 在家里头是比较容易 有一些小碰撞或小受伤的哦 所以在大扫除啊 或整理家里面的时候 移动一些东西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 那最后呢 就是在这个二月份当中 天月做的你都要小心 家里面可能会发生一些 小火灾的可能性是比较高一点的 是在使用瓦斯炉啊 电暖器啊 这些会发热 会使用到火 或是会用到电的 像是行动电源啊 电热毯之类的东西 在使用的时候 都要特别的小心哦 避免火灾发生哦 接下来是金钱 还有财运的部分 在二月十七号到二月二十八号 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有做的你财运是相当良好的 特别是呢 你如果是属于开店当老板 自己做生意 做网牌 做副业的话呢 生意是会很好的哦 商品销售呢 是相当的棒的 会让你多赚很多的钱 另外就是呢 瘦斯炉的你如果是从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也会有很好的一个业绩哦 会让你呢 拿到更多的红利奖金哦 在这个月里头呢 对于瘦斯炉的朋友们来说呢 破财的几率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哦 在约四号到二月二十七号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几乎这一整个月啦 你呢 是比较容易受到交通罚单的 所以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 这很重要哦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另外呢 有些瘦斯炉的朋友们呢 是你的通讯设备 或是你的车子 你的爱车 比较容易有 贴到 撞到 摔到 所以呢 瘦斯炉的你要记得哦 在这个月里头 使用通讯设备 使用手机 开车 骑车的时候呢 都要多小心安全哦 减少这些擦伤 撞伤的一个机会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头 因为水星逆行 还有一些负面形象的影响 导致手坐着你在这个月里头 交通运实在是 差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步哦 所以你呢 在过马路骑车开车的时候 第一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 第二就是 如果你精神不好的时候 千万不要开车骑车 尽量搭乘这个 大众运输 大众交通工具 会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那当你在过马路 骑车开车的时候 也要提高警觉 因为有时候呢 问题不是你造成的啦 是不守规则的 其他用路人带赛给你哦 那射手坐的你呢 保持警觉的话呢 就比较能够去闪避 这些别人带来的问题 那因为这一整个月呢 交通运都不是很好 所以射手坐的你在这个月里头 只要是到马路上 都要特别小心安全哦 在身体健康方面呢 射手坐的朋友们 有几件事呢 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你的呼吸系统 肺部是比较弱一些的 所以射手坐的朋友们 要记得在这个月里头 尽量少抽烟 那如果你要去公共场所的话 记得要戴口罩 请洗手 另外就是有些射手坐的朋友们呢 比较会有肠胃不舒服 消化不良的情况 在过年的这段期间呢 所有做的朋友们 在吃任何东西之前 都要先确定一下 东西是否还新鲜哦 如果已经过期的话 真的不要吃下肚 你在这个过年 真的不是铁味 另外就是在过年期间 也要记得解制一下食量哦 接下来呢 是金钱好财运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头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财运方面 可以说有一点算是大起 大落啦 好财运也有 但是呢 你要小心哦 有机会有大破财的情况哦 在21号到2月16号 这段时间当中呢 摩羯座的你呢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特别是如果你是自己当老板 做王牌 做副业的话呢 生意是相当的棒的哦 很多客人喜欢你的商品 会让你多赚到很多的钱哦 那如果说你自己是做这个业务啊 或者是做销售业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也会有很好的一个业绩表现 会拿到更多的红利奖金哦 而在1月9号到2月28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摩羯座的你呢 其实会有意外之财的哦 可以去买张财券呢 来试试手气哦 还蛮容易中到大奖的哦 那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说到过的哦 摩羯座的你呢 其实在这个月里头呢 还是有机会会发生大赔或是大破财的情况哦 这是因为水星逆行 加上一些负面形象的影响 会让摩羯座的你 特别是在投资理财这一块方面呢 有大起大落的情况哦 所以会建议摩羯座的你呢 在这个月里面真的赌心不要太过坚强了哦 以免把你赚到熟的呢 又都赔进去哦 那这样就不太好了 那一些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是属于花费比较过量 就是在花钱这一块上面 可能因为过年的关系吧 就很开心 然后一直买一直花哦 没有去计算到说 这些花出去的钱 已经有点超过你可以负荷的极限了 所以在这个月里头呢 开心归开心哦 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花费 那最后呢 是有一些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是属于记忆力比较不是那么的好 特别是对金钱这一块哦 所以钱可能会到处乱放啊 东西乱丢啊 手机乱摆啊 笔电乱丢之类的 你要找你的手机笔电 或是钱包的时候 就突然就找不到它了哦 所以呢 出门在外的时候 摩羯座的朋友们 为这种财务一定要看好哦 你要记得哦 在这个月里头呢 你是很容易呢 望东望西就遗失财物的 贵重的东西 一定要好好收在身边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 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头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喉咙或肩颈的地方 是比较容易有不舒服的情况哦 那有一些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会有一些吞咽困难啊 或者是呢 吃东西吃到一半 塞到梗到的情形哦 那如果有任何状况的话 要尽快呢 去找医生帮你处理哦 那在过年的时候吃东西呢 摩羯座要记得 细脚蔓延 这真的很重要哦 那另外呢 就是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呢 也要注意心血管相关的健康问题哦 那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呢 要尽快去看医生 请医生帮你检查治疗哦 那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呢 大致的交通运势中等的哦 那偶尔呢 会有一些交通运不好的时间 我会在这个一周运势的时候呢 帮摩羯座的朋友们 做一些提醒 记得要去看哦 接下来呢 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这个月份当中呢 其实水平度的你财运算是蛮不错的哦 赚钱方面的运势是还蛮旺的 可是在这个月里头 破财几率也相对有点高啦 所以呢 会让水平座的你感受到 就是赚进来的多 花出去的好像也不少哦 在月9号到月28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也是水平座的朋友们呢 是不动产方面的投资云相当的良好哦 在不动产的买卖方面呢 容易有还蛮良好的一个获利收入哦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水平座的你呢 也比较容易找到价格合理 那屋矿良好的一个好物件哦 那水平座的你呢 如果是自己当老板啊 开店做服务业的话 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生意是相当良好的 你卖的商品很多人喜欢哦 那也会让你多赚很多的钱哦 另外就是 如果你是做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业绩也是相当良好的 也会让你拿到更多的奖金 那这个月里头有两段时间 是比较容易破财的时间点 也是水平座的 你要比较小心的时间哦 在2月4号到2月11号 这段时间里面呢 水平座的你要小心的是 家里面的一些家电 或是一些电器用品呢 是比较容易坏掉 或是比较容易因为撞到而损毁的哦 那所以水平座你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使用任何家电 家用品或者是电子用品的时候呢 要小心一点哦 不要随便乱扔乱丢哦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撞到或是摔坏的情况发生哦 而在2月13号到2月27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水平座的朋友们呢 要特别注意哦 这段时间是比较容易发生小火灾而破财的时间点 那你在使用瓦斯鲁啊 或者是一些会发热的电器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哦 避免呢 发生火灾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 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对于水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因为水星逆行的影响 还有一些负面性向的影响哦 所以让你在这个月里头呢 交通安全还有身体健康方面呢 都比较不是那么样子的好哦 那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在2月这一整个月里面呢 水平座的你呢 都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你的头部是比较容易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 包括呢撞伤啊 发烧发热 头晕目眩或精神不好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有以上的情形的话呢 要尽快去看医生 千万不能拖延哦 在这个月里头呢 水平座的你的呼吸系统也是比较弱一点的 出入公众场所呢 要记得呢 戴口罩还有勤洗手哦 也要记得减少抽烟 另外就是呢 如果在这个月里头 你有任何胃痛或胸痛的情况呢 一定要赶快就医检查哦 因为小病不一可能会变成大病哦 那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2月1号到2月21号这段时间 因为水性逆行的影响呢 交通运势比较不好的 比较容易发生一些小事故 或是一些不良的小状况 所以呢 不管你是走路或者是开车骑车 都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 另外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 就是今天头晕目眩啊 或者是呢 精神不是那么好 前一天没睡饱之类 在精神不好的情况下呢 尽量不要开车骑车哦 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呢 会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接下来呢 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1月份财运是相当的不好的 不是你赚不到钱 是在这个月里头 其实破财啊 或是被偷被抢的几率是比别的星座还要来得更高的哦 所以双鱼座的你在这个月里头要特别的小心一点 那不管是车子啊 或者是你的贵这种财物呢 都要好好的保管 那该做好的防盗措施一定要做好哦 才可以降低被偷或是被抢的机会 那当然才不露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在2月4号到2月11号这段时间呢 是双鱼座的你要特别小心避免破财的时间点哦 主要是你的电子用品 手机啊 或者是平板电脑啊 笔电之类的这段时间当中 比较容易会有摔坏撞坏的情况发生哦 所以双鱼座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特别小心哦 亲手亲脚一点哦 不要随便乱丢哦 那好好的保管的话 就可以减少这个损毁的几率 那在2月13号到2月27号这段时间呢 有在骑车开车的双鱼座要特别注意哦 你看这段时间当中呢 车子啊 不管是机车或者是汽车 都比较容易会有卡到 或者是撞到受伤的一个情形 那有一些双鱼座的朋友们 是你的车子可能就会被偷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 双鱼座的朋友们 就是你车子的防盗一定要做好 那当然在骑车还有开车的时候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也要特别小心哦 减少呢 车子呢去磨到啊或者是K到A到的机会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 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在整个月里头呢 交通运其实是相当不好的 所以双鱼座的朋友们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哦 在这个月里头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是比较容易有超速 或是酒驾的情况 所以请记得千万不要超速 还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另外呢在这个月里头的交通运不佳呢 其实有一大部分是别人呢 不守交通规则 带赛到你头上哦 所以双鱼座的你不管是走路啊 或者是骑车开车呢 都要记得保持警觉 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哦 要特别小心一些不守规则 横冲直撞的来车还有路人哦 那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双鱼座的朋友们哦 你在呼吸系统肺部方面是比较弱一点的 所以出入公众场所的话呢 要记得戴口罩 回家要记得勤洗手哦 那有抽烟习惯的双鱼座朋友们 在这个月呢 就是尽量少抽一点会比较好 那一些双鱼座的朋友们 是在这个月里头呢 会有脚步撞伤 或者是扭伤的情况发生哦 所以走路跑步的时候呢 都要小心安全哦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天米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